今年78岁的国分富夫 是福岛当地的一位环保人士 他认为日本政府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国分是土生土长的福岛人 因为福岛核事故一度成为灾民 他曾多次参加日本政府组织的 有关核事故处理问题的会议 国分说 他对这次核污染水排海之前 日本政府的信息公开方式感到十分不满 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中的核污染水 每天还在不断增加 且至今没有减少核污染水总量的有效办法 国分说 日本政府的所谓三十年排海计划 没有可信度 实际排海时间可能持续更长 后患无穷 除了解离大海 如果生了一年 我们都在设计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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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直在做的